到他在中途他就走不下去 因为经教太深 唯士太坚涩 他在内心世界里面的变化 其实变化里面本身就是 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里面你也 又要讲说他要起作用要有变化 变化里面聚会的作用又了解 没有不争不减的内如外如 内人外如他绝对不会影响到你的智慧的大用 这个靠语言文字讲到 如年都弄不清楚 如年就是十二生相没有这个年 所以我们自认为根气差 花一辈子 人家说花五年了十年 我不是 我花一辈子 一 后面不是加零是加辈子 所在一级一切 看了这个经典就发现 哇 这个太难了 你 你单单佛性是 灰常灰无常 你的解释瓦库 所有解释都通过不对 你讲无常也不对 讲无常也不对 灰常也不对 灰无常还是不对 一切法不可说 你为什么要 化成天主 好了 一切法不可说 你又不能放弃止观 止观里面又没有能止 所止 又没有能观 所观 你讲止观也不对 如哪来能观 所观 能止所止 不对 不对 为什么要讲 就是一定要讲 所有讲 然后又把它扫除掉 等于 没有说过一句 和悔过 主法本质极灭过 本质极灭 就是因为要讲 才能 让你体会到本质极灭 你本质极灭 你还在极灭当中 产生如来的大智慧 所以 又必须 先说佛法 要不然 你怎么把法传出去 你如果真的内乳 你真的 智慧的大用 还不行 还不行 你要有可贵的 经验地 异地 那内乳外乳 你有智慧的大用 没有错 经验不够 没有上台的经验啊 会啊 这个人书看得多啊 都 都 可以内心里面 自己一个人 滔滔不竭的 哦 上台就不 不一定啊 你 怎么样 哦 哦 佛法 有一种 没有办法 办法 准备的 叫做 临正反应 你真的内乳 外乳 你也了解 智慧的大用 没有错 但是你没有经验地 一滴 你有经验地 叫做缺少什么 叫做临常经验 那这个时候 马上 话题一转 引起幽默 哦 再压回来 又 蹭脱出真理 以真理里面又叫你 不能铸掌 啊一不能铸掌里面 又应该懂得 善巧方便是什么 这种东西 就不是 你一辈子 戴个眼镜 一直看经典 一直看经典 没有办法